总统蔡英文出席陆海空军 将官布达授街典礼 一致后刚进任的五位中将和二十五位少将 蔡英文当场也以三军统帅身份 交付两项重要任务 第一 持续精进本职学能 第二 持续为国军培养优秀的人才 我也向各位保证 我一定会和大家继续会加强国军的战力而打拼 我们一起让世界看见 我们捍卫国家守护区域和平的决心 因应台海情势和防疫需求 政府今年决议增编 包括一口气今生五名军医少将 其中位在三峡山区的国防医学院 预防医学研究所 是国居深化防护作战重症 还拥有台湾唯一的披护实验室 担负国内防疫重责 我们一直也在从事疫苗的一个研究 特别是RNA的一个疫苗 同时我们也跟国内的一些生技产业 也做一个合作 希望能够建立一个RNA疫苗的一个 合作的一个平台 备受瞩目的 还有担任副总统赖清德的贴身随护 谢敬华 军旅期间 曾与美方专责训练 警卫安全的海水公司交流协训 具有一定的外语能力 这次进任受奖 备受期待 新唐人亚太电视 赞英豪 张永卢 台湾台北报道